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七百四十集 势均力敌 眼看白小春这么一副样子 孙一凡与司马涛那席有些迟疑 二人相互看了看后 虽觉得这白小春明显是故作轻松 可还是多了一些警惕 实际上之前他们的话语还是有所保留 对于这十六次火的力研制 他们都可以做到六次成功一次的程度 甚至若是运气好 五次成功一次也并非不可能 但这已经是玄品猎魂师 在十六次火上的极限了 除非是改动配方 可多次火的配方改动难度之大 整个蛮荒的猎魂师都明白 就算是地品猎魂师想要去改动 也都要耗费极大的精力与时间 还不一定成功 实在是太难了 毕竟这配方是一代代人不断的补充后 流传下来被无数人验证后最为稳定 想到这里 他二人内心安定下来 立刻让人布置此地 很快的就在三人的铺子外 在那街头的广场上布置出了一片区域 这片区域不小 足够三人同时炼火 而且经过这么一耽搁 此事也都在发酵之下 被更多的回修知晓 如今四面八方来临之人 络绎不绝 已经将这里 里三层外三层的全部包围 甚至天空上还有不少 密密麻麻 足有十多万人 更远处还可以看到 一道道长虹呼啸而来 甚至此事都惊动了奎皇城的侍卫 来了数百环绕四周 有他们在 使得此地虽有骚乱 可却不会出大乱子 周虹也来了 不但他出现 小狼神 李天盛 妙林尔 甚至那位二皇子也都到来 那些在猎魂湖内 被白小春绑走的绝大多数天教 都出现了 还有一些 是各个权贵家族中 如陈雄一样 没有参与猎魂户一战的子嗣 也都出现了 向着白小春那指指点点 如此一来 这场鄙视的规格与关注度 立刻就上涨了不少 人数不但更多了 甚至因这些天骄的出现 也使得无数人内心振奋不已 陈漫瑶也在人群内 他独自到来 没有与二皇子等人在一起 而是默默的站在那里 遥望白小春 眼看四周密密麻麻 无数人观望 白小春也有点紧张 他虽在十六色火上 三次能成功一次 可还是觉得不是很稳妥 但是却没有办法 若是比十五色火多好啊 白小春有些局促不安 可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比了 心底祈祷那司马涛与孙一凡 最好实在一些 真的是七八次成功一次 与白小春的紧张相比 司马涛与孙一凡则从容很多 二人盘膝坐在白小春的两侧 此刻闭目打坐定气宁神 等待鄙视的开始 很快的四周的一轮声 慢慢的平静下来 不多时周虹的身影出现在半空中 他低头看向下方 目光落在白小春身上时 又寒芒一闪 但却很快连去 司马大师与孙大师 邀请小王主持这一次的炼火之笔 小王荣幸之之 不多说了 笔事开始 随着周虹高抗激昂的声音响彻此间 四周众人立刻目光瞬间凝聚在了中心区域的白小春三人身上 在他们看去的刹那 司马涛与孙一凡 输得睁开双眼 二人没有半点迟疑 表情从容 双手掐绝之下 立刻从他们除袋 就各自出现了数座昏塔 轻轻一指 顿时就有大量冤魂扩散开来 没有一丝一毫的耽搁 他们就立刻开始炼火 无中生有 先炼一色火 这笔事的规则细节 是最终炼制出十六色火 这二人手法极为娴熟 玄品炼魂师的底蕁 完全的显露出来 尤其是他们二人之前 名望有损 此刻知晓 这一次的打赌 是他们重诊生命的关键 于是没有半点隐藏 动作迅速 全力以赴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们二人的手掌 随着握住 再次张开时 各自都出现了一色火 速度不相上下 而白小春那里 也是在周虹话语 落下的刹那 就取出了魂塔 开始炼制 在这速度上 竟也丝毫不弱于 孙伊凡与司马二人 三人几乎同时 炼出一色火 这一幕 立刻让四周众人 大开眼界 纷纷动容 几个呼吸 就炼出一色火 不愧是大师 不愧是玄品炼魂师 孙伊凡与司马涛二人 神色如常 没有意外 他们知道 白小春也是玄品 身为玄品 对于一色火 若是没有这种熟练的程度 那么也就不配成为他们的对手了 很快的 三人再次炼制 渐渐的二色火 三色火 四色火 直至十色火 在这过程中 三人的速度 居然始终不相上下 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成功 这就让孙伊凡与司马涛二人 心底微沉 可是也仅仅是心虚略有波动而已 但接下来 当十一色火 十二色火 十三色火 一次出现后 孙伊凡与司马二人注意到 白小春那里 竟还能紧紧跟随 他们目中 露出凝重之意 至于四周观望的众人 此刻有的吸气不断 有的则是屏住呼吸 但一个个 全部心神轰鸣 他们不是没看过别人炼火 甚至其中 有不少炼魂师 自己也炼火 可是 玄品炼魂师的炼火 却绝非常然能见到 毕竟玄品 已经是 如今蛮荒中 在地痞 行踪飘渺的状态下 最巅峰的炼魂师了 玄品炼魂师 这一次 真是开了眼界 我觉得自己在炼火方面 也很受触动 有很多 值得 琢磨 借鉴的地方 四周众人的议论 白小春完全没注意 他此刻完全沉浸在炼火中 已经竭尽全力了 他性格追求稳妥 可这一次 却实在没把握 只能用了全部心神 去确保自己不失败 所以 与司马二人 此刻也都深吸口气 不再关注四周 而是全神 凝聚在手上的火团上 毕竟 接下来的十四色火 容不得他们分析 而四周的众人 也在这个时候 首次的看到了 三人的炼制手法上的 不同之处 孙一凡与司马涛 二人的手法虽不一样 可都较为传统 按部就班 司马涛那里 每次融合冤魂的数量 都是固定的 而孙一凡 则并非操控火海融合 而是一只手抓魂 融入手掌火海内 更是不时的 从这二人身上 散发出阵阵五彩之盲 正是他们用了 各自掌握的炼火秘书 这秘书一施展 立刻就使得 他们的炼火速度加快不少 但白小春 对于十四色火的炼制 手法就完全不同了 尤其是 当他一口气将数万冤魂 全部用十三色火的火海 吞噬融合后 立刻四周就传来惊呼 白猴的炼魂手法 前所未闻啊 一下子融入数万冤魂 他就不怕火焰不闻崩溃啊 众人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目不转睛中 立刻就看到白小春那里的火焰 不但没有不闻 反而在他操控下更为夸张 吞噬冤魂的数量更大 尤其是在速度上 竟于展开了秘书的孙伊凡 以及司马涛 还是不相上下 这一次 虽不算同一时间 可三人相互差不到实习 就在他们手掌握住 再次伸开后 三人掌心内 赫然的出现了十四色火 白小春深吸口气调整着气息 看都不看四周 继续炼制 大量的冤魂被他散出 操控火海吞噬 渐渐的十四色火晋升 成为了十五色火 白小春十五色火出现后 孙伊凡与司马涛 竟也陆续成功了 到了此刻 司马涛与孙伊凡压力倍增 眼看白小春 也都做到了如此程度 他们不得不承认 对方在炼火上 的确有其独到之处 尤其是炼制手法 更是惊人 患得患世界 二人灭色微微阴沉 相互看了看 正要传阴时 忽然一浪 竟看到白小春那里 居然没有结束 而是再次炼制 似要一股作气 炼出十六色 这白昊太年轻了 不知十六色火 不可如此去炼 而是要累积足够的十五色火 再去炼制 成功率更大吗 我们赢了 孙伊凡与司马涛相识一笑 内心顿时安稳不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